HELLO 大家好 又是新火速遞 又回到新火速遞 是的 然后很开心 我们今天有很多装饰 后面都有 差了我们一个人有装饰 差了一年容易有性能 不是 你都已经化妆了 是的 我都遮住了那两个 为什么要遮住那两个 好样 哎呀 真是的 我们的粉丝会很担心 主要要拍给老师看 是的 我们还要带回 我们很辛苦 我们的宿帝也很辛苦 不要紧 我们就来到圣诞家房了 好叶 看到桌面的装饰和圣诞树 好了 说完圣诞之后 我们还没过 说过圣诞 我们就说一些重要的资讯 重要的资讯就是过圣诞 没错 我们要过圣诞 要买圣诞礼物 是的 对 所以派了圣诞礼 我们就派了圣诞礼物 准备 对 对 对 我们在星期三派票打 今天是20号 公开发述是21号 我们已经在轮近圣诞了 对 如果想买圣诞礼物 记住这些时间下来 是的 订阅了 记住去拿回你的圣诞礼物 今年的 还没有订阅 是 买厌服 没错 买一件给自己也好 是的 最重要的是 记住点赞和分享我们的视频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当然是我们的Tiny名的Official 是的 还没够十几年 那怎么办 没办法 没办法 到我们够我们的目标之后 Gary又已经康复了母母样 那是否可以 当然可以 不过到时再输 为什么我们说了这么久 都好像你还未卷复 他们不想看我 我只能够这么说 我不准你这么说 我回去不断开号多个阿卡 不断按 那是大祸 是的 我一定要在Gary卷复为止 我一定会卷复的 是真看子 是的 卷复真看子 不过用什么形式 你就拭目以待 我只能够这么说 我会的 我会等待 在卷复之前 我们先来介绍我们第一件 圣诞礼物 是的 这些都是要找数 是另类的找数 是吗 是的 好 第一件圣诞礼物 第一件就是我的右手边 就是一辆皇冠的新界的的士 之前就出了红色 现在就出了绿色 对 红色和绿色加上是什么 红加绿色 之前红色的当然是绿色 是的 那就是什么 糟了 就是很有圣诞的气氛 哦 那我们又买了一对 很有圣诞的气氛 对 是时候 绿色的士 对 这个的士就是五座位 这样换上这个叫做 那个灯是很特别的 什么特别 可能是趁烦聖诞 山形顶灯 是的 像树 对 对 那车身就贴上这个 石油的士贴纸 象征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个 末代五座的标志 末代五座的标志 是的 始终都是我们这些老人家对于这个形状的的士 是比较有间斜的 是 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是比较我们 是那个年代的 是的 我也是比较大这些的士 很典型的 我们的那种 虽然现在的运林的都会坐得很舒适 但是始终就是看这个形状 最有感觉 最有间斜 所以都是 由小到大 忍不住要买一架 像圣诞 你看绿色又適合圣诞 所以买了红又买了绿 没错 买了上圣诞树也好 那又结束了 整个圣诞树都没有绿色的的士 没错 很适合的 说完的士 就说你们最紧张的巴士 今次巴士有双路线 有两个版本 一个专门店 一个经销商版本 先说专门店版本 对 专门店版本是哪个 是哪个路线 是哪个路线 我们今次计算的E500 叫EURO4 这个叫做欧盟四型 路线104 哇 过海 对 先说路线去哪个路线 坚尼地城 对 坚尼地城 来湾深水埗白田村 这辆巴士有点点故 这个点故是什么 我记得它写着欧盟四代 欧盟四代 是的 第一辆是欧盟四代 投入服务的巴士 所以你看到广告车身 贴了它的广告 贴了它的广告 那它就是第一辆 欧盟四代 是的 但是它又同时过渡 在09年的时候 同时过渡了第一辆 欧盟五代的巴士 那是什么 它是四代 还是五代 然后就长大了 变了五代 即四代也是 是的 但是一辆也是 所以它比较有收藏价值 所以它是一辆比较有特别 必具意义的一辆车车 是的 更换过心臟的巴士 更换过心臟 更换过心臟 如果它有这么特别 那它的兄弟 是否又是差不多 有这么特别呢 它的兄弟呢 它的兄弟就不同了 经销相扮 是171 是不同的 你看现在 广告也转了 也不一样 那有什么比较 2010 2010是否它生日 没错 就是它投入服务的年份 哦 那真的是生日 是的 那我们的路程是171 可以去到荔枝角 是 刚刚说了 刚才阿兄弟 阿大哥是第一家阿盟寺人 是的 那他是什么 他就是量产版的阿盟寺人 哦 就是周街走的就是他 哦 就是大哥先走 然后我们量产的就是他 没错 然后狠狠地把自己的生日年份 印在身上 印在出生者上面 如果我们个个都狠狠地把自己的出生年份 印在页头上 那我真的不行 我应该出不到一件 你还可以 我都不行 我清朝穿越过来 我不能见得 你还可以 清朝穿越过来也很年轻 是的 清朝便还好 是的 如果清朝便还好 所以有时候也说自己在清朝便还好 也很年轻 是的 清朝的话就是很年轻 所以就是说 不得了巴士将自己的生日份 印在申报 记住指定的经销商 就有它的身影 是的 真的不是单单说路线不同 他身上的花都有一些不一样 值得收藏了两只 是的 重要资讯我们再说一次 记住在星期三 就派皮尔达20号 21号就正式开买 记住买圣诊礼物给自己 是的 价钱、详程、款式 可以去看Facebook、IG 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是的 有很多CLS 是的 你CLS Gaby才会快点痊愈 这样吗? 是的 好过零大妙药 因为他们没有叮叮 所以现在就抱养了 你快点痊愈 比吃药 快点痊愈 快点痊愈 开心 没错 很快 所以我们快点期待下次深刻出来 见到一个健康的Garry 是 我们已经说完这些故事 Garry有抱养了 那我们是否应该要完结 咦?还未完结 还未完结 还未完结 为什么?因为你病了 坐了一点 对 我们也有一个重要的嘉宾 为什么?我们要解释 我们中间要有一个位置 对 没错 然后我们跳一跳 他就立刻来 是吗?跳一跳就会来 没错 一二三 嘩 嘩 嘩 很多个嘉宾 我们新课速递当了一个主持 是的 我们今天有一件特别的新课过来 是的 我们这个新课速递的新主持 他是负责介绍一些东西 是的 我们先介绍一下 我身边的位置就是Jason 是香港的发明家 特别嘉宾 是我们今次的新课速递 他就不是发明了车仔 是 发明了一件 是什么? 是一个可以用得的家居用品 让Jason自己讲解一下 这是什么?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伟大发明 其他就有些发明 这个其实就是 将一个很沉悶的产品 就是一个火牛 我想加少一些创意 因为我觉得 存在太多火牛 我就想 我的粉丝叫我出火牛 没有理由发明一样 我唯有想 怎样可以将 因为充电的65火 这么小 但是它热的时候 我可以有些什么 可以做到在上面 所以我就想 热能能否变成创意 所以我就想 今次这一只火牛 除了我和一个香港的不危爆书的自体设计师合作 我亦加了抽盲盒的一个想法 还有最特别的是透明的盲盒 有没有见过透明的盲盒 没有见过 透明的盲盒是否真的看完 是的 可以选择 是否可以选择 是的 你可以选择 但是看不到 那怎样才能看到 这东西怎样才能看到呢 就是要用才能看到 哦 因为你热的时候 它里面是光加热 就是热火 哇 魔忌的歌 是的 就是它那个 充电的时候会热 那它就会露了里面的一个胶片 就写着了不同的字体 那我们就有十二只不同的字 那你广东话的字 譬如有香港 对不对 对对我们 对对我们 那我们香港人是怎样 很厉害的 那我们现在是很厉害的 那还有一个细一 潮语了 是什么 是潮语了 还有大奖 二奖 三奖 还有我们今次 第一个真的会中奖 真的会中奖 大奖 就是这个iPhone 15 真是我本了一条命来做 第二奖 就是AirPods Pro 2 就是现在最新的一粒 第三 就是我设计的Mac Saver 2.0 就是全世界第一个真无线充电的尿袋 是什么 就是它同时间的尿袋是插线的 可以放上无线充电 然后再转换你的iPhone 同时间 那你就可以Mac Saver 很方便 也是Jason你的专利 对对 这一只火牛 其实看上去是一只很普通的黑色 很沉上的火牛 对很沉上黑色的火牛 但其实它不是火牛 其实它是一只火牛 哈哈哈哈 它不是一个风筒 其实它也是一只火牛 但是它有点特别 你看上去就没什么特别 那我做人很有内涵 那时间的关系 一会儿再会告诉大家 它有什么 是不是叮一声 时间的关系 叮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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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到这里的当中 真是变色 透明 已经看到字 中了奖 兄弟 中了奖 因为现在未中奖 那些在庇护工厂包装 这个中奖的就是小弟包装 但看不到分别 你不会猜到 哪个是庇护工厂包装 哪个是我包装的 因为我中奖的那些 我特定来我办公室去包装 然后再拌进去那2,000个 那就是盲抽 对盲抽 到时候你问我 我也不知道 我也猜不到 刚才Sarita她说 我是否看到 是看到 但也看不到 对 做人很有内涵 你看它已经变了黑色 因为我已经没有充电 很快就变了隐形战机 看不到 一插进去 叉燃的时候 又出发明了 即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火鸭 对 原来暗藏有秘密的 对 对 所以今天就很感谢 Jason 为我们介绍了她的新产品 这个这么有趣的 我们有见到 叫做盲盒火牛 是会在我们的Tiny分店 都会有得发卖 是吗? 变压器 对 她自己有名字 她的名字 叫做变压器 这个变压器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在Tiny分店 都有得发卖 应该下个星期吧 下个星期 很快 我们一定会认识 很快 要切留意 我们即将在Tiny分店发卖 这样说 就一定会出现 就会看到 对 有缘分就会看到 是吗? 没错 今天就感谢Jason 上来和我们介绍 我们下次有机会 可能送到Jason 上来和我们介绍 其他不同的产品 是 好了 我们今次这个 特别版的新货出帝 就差不多了 是 好了 我们下次见面 我和大家 先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